藉由基金会的抛砖引玉 希望能够帮助弱势家庭 预展文教基金会抛砖引玉 分送1100多份爱心物资 给需要的边缘家庭 并集结许多爱心志工 文心帮助经济弱势家庭 也会觉得是说 韩市长之后呢 他也是想要把这个社会 让大家都能够有一碗肉厂饭汤来吃 大家可以过来吃生活 可以吃富裕 所以我今天就是说实在抛砖引玉 我希望社会大众 大家也能够响应这种活动 做一些就是给这些边缘户 他们能够受益的工作 我们这边提收入户跟边缘户 差不多1000多户 1100 有1100分 还有就是说实在1100分 我们的人员也不够 所以说很多真的是社会爱心人士 他们一听到每年 听到我们办这种活动 就会自己来报名 说他们要来当志工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很多志工就在花旺 然后会帮这些弱势团体提令东西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 爱心人士也是蛮多的 我希望是说我们媒体 能够时常报一些比较正面的 比较负面的 这个社会才会渐渐的持享 然后有正能量 这个社会才会进步 经济才会好 预展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更希望媒体能多报导 社会正面的新闻 让正能量与善的循环 遍布在社会中 十方新闻 黄慧卢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